本想抢镜结果成喜剧人 杨阳王耀庆出席某红毯 当硬网帅哥碰上耍宝舅舅 也是一个赶皮一个赶根 既然现场尬起舞来 画风十分搞笑 网友吐槽 杨阳这是被王耀庆给带偏了 沈腾出席某红毯的时候 也是突然作妖 走上拍照区的时候像在偷地雷一样 头都快趴到地上了 拍照时全程露出某娜丽莎式的微笑 把摄影师都逗笑了 张多言不愧是搞笑天后 走红毯时完全放飞自我 各种摆拍动作不断 而且每个姿势都挺奇葩的 被网友吐槽太过那眼睛 只能说勇气可加吧 张子民出席时尚顺点红毯 拍照时为了抢镜 疯狂摆拍各种造型 感觉像是淘宝模特在拍出装照 这是着急的要把练过的 十八般武艺全都捨出来啊 罗伊萧在红毯上的行动 才是让人看一次笑一次 拍照时突然化身滚筒洗衣机 一个劲在那不停地转来转去 看得身旁的人尴尬这么多饭了 行飞在走红毯的过程中 情不自禁地撩了一下头发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就这一撩假发片突然掉了 反应机智的他 面对镜头飞速用手隔空抄救 反应真实有可爱 令不少人笑得喷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